马斯的培养机制全联盟都知道,很多知名教练都是从马斯的体系中走出来的,其中就有勇士队的教练科尔和提胡的金特里,还有爵士队的教练斯奈德,可见马斯的培养教练人才的深度。 雷霆队是选秀的幸运儿,如今火爆联盟的三个全明星,杜兰特和哈登还有威少全部出自雷霆队,他们个个都是各自球队的排面人物,火箭队就更不用说了,有莫雷这个细算子,只要球员在火箭打出身价的,出去绝对不会混叉到哪里去,但是马有尸体,人也有失手的时候吗? 接下来我们来盘点火箭队最后悔的几次交易。 德拉基奇德拉基奇是火箭姚明17后的后场核心空位,他来自太阳队,是一个很全面的后卫,他的进攻能力和组织能力都相当出色,而且他的球伤也很不错。 刚刚进联盟打球的时候他的突破和助攻能力,就体现得淋漓尽致,后来在火箭队的时候竟然开发出了稳定的三分球能力,他让那年的火箭变得不在于难,如今的德拉基奇已经是热火队的首发空位,也是一个全明星级别的球员了。 考文顿考文顿现在算得上联盟顶级的3D球员,现在在76人队打球,是大帝和西蒙斯身边的德力助手。 但是考文顿刚刚进联盟的情况并不是很好,他是一名落选秀,是在火箭被提拔起来打小前锋位置的。 但是他在火箭队却没有得到太多的机会,后来就被球队裁掉了,但是他在76人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,火箭也对此后悔莫及。 哈雷尔哈雷尔绝对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内线年轻球员,他在火箭队的时候打法就非常的深猛,身为大前锋,他的强把能力出色,打球也非常拼命,球风十分强悍,他虽然选秀顺位不靠前, 但是一直不悲不抗,在火箭队的发挥一直都是很不错的,但是后来火箭为了得到保罗,不得不把他交易走,如今他在快船队得到了更多的出场机会,也有了更多证明自己的机会,请洛瑞小钢炮是从火箭队出来的大家都知道,这也是火迷心中的一个痛处吧。 洛瑞在火箭的时候就很受球迷喜爱,他的进攻能力不错,而且在场上一直保持着精气神,虽然他个子小,但是他的防守一点都不差,现在看洛瑞的职业生涯,四次入选全灵星,现在是猛龙队的后场明星球员,放走他绝对是火箭的一大失误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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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